好 這起校園疊寫事件 我們就來看到這名砍傷人的許姓同學 他今年三十五歲了 三方說呢 他領有輕度的身心障礙手冊 情緒容易激動 和同學互動不太好 之前這名許姓同學 曾經當過保全 離職之後 待業到學校來念禁修部 那麼他曾經呢 在班上群組裡面 寫著我要殺人 想不到最後居然意外成真 身穿襯襯襯裝褲 走出盤出所不發抑鬱 他就是持西瓜刀 砍殺同學的許姓男子 今年三十五歲 校方表示 許同學被說作弊 疑似覺得遭言與霸凌 砍人前曾在班群上激動發言 沒想到意外成真 就是有同學喊說什麼作弊 同學就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他有在班群裡面 就是說他 他 他 他要殺他 對 他很白目什麼講話 所以我 什麼 我要殺他這樣 類似有這種意義的 校方說許同學學習很認真 但情緒容易激動 他真的是很認真 但是因為他本身也算是有身心障礙 那所以在跟人際互動上面 他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聽見許嫌砍人鄰居驚訝 說他平常乖乖的也會跟大家打招呼 而許姓嫌犯家裡從事外匯業 但他疑似不想接手 曾當過保全 離職後目前待夜中到禁修部念書 而校方推測砍人的西瓜刀或許就是從家中拿來的 至於走砍的林同學今年二十歲 家中單親跟學習男子同班 意外遭砍在醫院治療中 會不會後悔 為什麼要殺同學 同學沒有霸臟你啊 疑似不滿被說作弊 學習嫌犯持西瓜刀殺同學 整經校園 遜後被依殺人未遂 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接著林一峰 彰化報導